喝酒了酒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艾比 欢迎酒馆们回到我的微薰酒馆 有这么一款龙蛇蓝 光看它的外表我就想买它 就是一个这么肤浅的酒馆 说句实话 这个酒它非常的不好买 那前几天呢 我去逛卖酒的店 想找找拍摄的灵感的时候 我就看到整个货架上 就只剩到最后一瓶 我觉得这是天注定 所以我就把它带回家 我忍了好几天 就是等到今天拍摄的时候 跟大家一起来做开箱测评 并跟赞友了 一起来测评这款 CASA ETSUS 人称最美蓝房子龙蛇蓝 如果觉鬼们呢 还不知道龙蛇蓝是怎么酿造的 有什么类型 直接去翻我之前讲龙蛇蓝的那些视频 我就把链接放在上方 我们直接进入主题 开喝 不对 开箱 简单介绍一下这一款龙蛇蓝的酿造过程 它们用的材料呢 是墨西哥当地最顶级的蓝色龙蛇蓝 每一颗龙蛇蓝的生长时间 大概都要6到8年之后才可以拿来酿酒 龙蛇蓝经过72个小时的蒸煮 免压变成龙蛇蓝之进行发酵 还有两次蒸油 最后呢放到橡木桶里成面 就只成了我们今天这款酒了 每一个瓶子呢 全都是手工制作 那上面这些画呢 都是由人工一笔一笔的画上去 光是这个酒瓶的制作呢 就大概是两周时间 今天测评的这款Rocosado呢 在橡木桶是成年8个月的时间 算是他们家旗下的一个入门款 入门款要1000块钱 我是对入门款有什么误解 他们家其他成年的款是能卖到好几千 甚至上万 市面上根本找不到 这个Rocosado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小惊喜 喝酒了 大家看这个颜色是有一点点金黄的 这个就是在橡木桶里成年8个月出来 慢慢养化的一个金黄色 嗯 那股焦糖 还有一点果香 是那种烤菠萝的味道 太好喝了 那个焦糖的味道 不是那种特别厚甜的焦糖 是那种特别就慢慢柔顺的那种焦糖 然后后面的话带有一点松香果香 非常浓郁的香草的气息 这瓶拿来调酒都是浪费 要直接存你 最后来说一下 我觉得花这1000块钱买这一瓶值不值啊 真香 就特别特别喜欢到这个瓶子的设计 而且酒它本身是真的不错 非常好奇他们家其他的那种成年款 要是我能变成百万级博主 我就买他们家全部的龙蛇 来给大家做个测评 梦想要有的 瓶已经实现了嘛 OK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别忘了三点一个点赞者发 留言吧 再做 那下期节目我们再做